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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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推不住来 难道他对慕安和的死有所怀疑 这是当时给安和交赎金的皮箱 我要去报关 不行 我得让夫人自己发现 安和的赎金在慕安城的手里 这是慕家各大掌柜的联名书 都认为你资历尚浅 暂时不适合全面接手慕家声务 明是打算要插手到底的事吗 我只不过是暂时为你保驾护了 这香梅时间久了 严重者会记忆衰退甚至痴呆 他终于开始对我下手了 安和 我会借你用金之手 被你帮助 想管我一辈子 不可能 放我出去 夫人说你心属不正 慕家绝不会交到您的手上 你得让娘觉得 你是真心虎贵 安城 我一定不敢前辈 你终于知道自己错了 我一切都听您的 娘 不能让他坏我的好事 娘 今儿我特地做了银耳羹 你尝尝 赶紧除掉这个老大婆 这是要出手 既然你们终于忍不住出手 那我就可以还你们一份大礼了 这皮香不适 正是当初给安和装赎金的那只 那是大少爷害死了二少爷 娘 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娘 马上将他送官 我当然想看到你 我们终于放仇了 从今以后 慕家就是我的了 怎么 你不开心吗 既然警署制裁不了 那我就去找金爷 我就不信这江城 没人受试得了你 我知道金爷在道上 最注重江湖义气 所以想给金爷一个 劫富济贫的机会 二爷 您看这事 最近上海首付唐义的儿子来江城了 据说这唐绍 正商两件的背景十分神厚 正在寻找合作方呢 欢迎唐绍赏脸光临幕府 请不吝点赏脸光临幕府 绍兴赏脸光临幕府 请不吝点赏脸光临幕府 请不吝点赏脸光临幕府 这位是 是我的夫人 叶青兰 堂上好酒量 她的行为举止 缘和完全不同 况且安和根本就喝不了酒了 慕安城一个劲灌酒 显然是小师太的 是不是安和 是你 听说你第一任丈夫是慕安和 看见了我 想起了就爱 不许你替他名字 你 到处在拍什么 找一些就是记忆 你曾经来过江城 我知道一处 我带你去吧 黄昏的时候 在这看落日特别美 桥还是那个时候的桥 人 一向不是那时候的人了 我好好的计划 竟然被那个唐子凤给破坏了 这次我不会再让他亲密 女人还是别耍这些小鞋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每天没来眼去的 没有 没有 你 叶青岚 说 你是不是喜欢上唐少了 你这分明就是敲诈勒索 千金难买我乐意 可是这么大一笔钱 见你三天内交起 金眼 您不能认这批顶替的母子 家人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正所谓是患难欠真情 真是人间真理啊 叶青岚 你何时变得如此很多 想要得到好东西 自然要弯腰付出